今天给大家整个活 很多老伙计都有这个疑问 NAS为什么要内置那么多的硬盘仓位 而不能外置呢 问出这种问题的人 一般是这样的用户 欢迎对号入座 有迷你小主机的人 有淘汰不用的掌机的人 1617年MacBook Pro的用户 或者是七代八代笔记本的受害者 他们有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都有USB4或者雷电3雷电4接口 雷电3雷电4约等于外置PCIE插槽 于是老张找到了麦和伦的 形块叫做8858T3 你不用看这些啊 老张给你说关键点 它是一个五盘位 雷电3雷电4硬盘柜 然后他没有内置锐的系统 也就是说他把每个盘 都直通给你的主机 你再也不用去什么 迷你PCIE转SATA NVME转什么都不用转了 直接一插就搞定 但是老张不知道这样 在飞牛NAS中行不行的通 所以今天的整活就是给大家试验 复活你的吃灰笔记本 MacBook Pro 或者迷你小主机 但是今天老张选的是戴尔平板电脑 是硕大的硬盘柜主体 为什么它硕的 因为它是五盘位的 所以它的体积是少不了的 它不但是五盘位的 它还内置了一个180瓦的电源 你算啊 五块盘180瓦 一块盘平均下来多少 30瓦 30瓦 谁家硬盘能用得了30瓦 所以这个料给的还是很足的 这个麦赫伦设计的初衷 应该是给那些设计师啊 剪辑师用的 桌面上直接就拓展 22x5 100多个T 雷电接口接电脑端 老张玩的东西没有简简单单的 你看还有一个雷电下游接口 也就是说 老张可以弄两个 就变成10盘位了 然后全硬盘 链路 都是雷电 牛皮啊 它还可以接一个 USB3.2 10GB的外接接口 也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雷电的拓展屋 你敢想 直接往里一插 然后一推 搞定了 看底部 它竟然有一个 2280的NVME插槽 华为昆林硬盘 我呢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试验用的这台平板电脑 平时的一个状态 你是不需要更改它内部的系统的 这个就相当于一套是外接的 你随时可以用的NAS系统 正常的功能都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玩个小游戏 当你想要把它变成是一台外接存储柜的NAS的时候 你只需要插上雷电线 如果你还想扩展一个万兆网卡的话 看咱的百宝箱里什么都用上了 咱们的这个扩展柜 它是有雷电下行接口的 所以咱们把它给用干净 全链路雷电万兆硬盘柜 40Gbps 还带SSD的 万兆网线 安装飞牛 它已经识别出了 刚才我插在硬盘柜里的那条昆林200E 外接硬盘 却识别为NVME协议 然后你看 飞牛的触屏竟然都是可用的 咱们直接装进昆林的固态硬盘 走起 Yes 但这只完成了第一步 一会咱们还要看能不能识别出来 它里面老张插的那三块试验用的硬盘 咱的万兆网卡 免区啊 雷电外接的 哇塞 这飞牛神了 直接识别 50.18 因为它是多系统的 所以它的启动跟咱们平时不一样 你得自己选择要进入哪套系统 比如你的Windows系统 你的Mac系统 或者是你的飞牛系统 第一个德班就是飞牛系统 咱们进它飞牛 启动启动启动 好飞牛 启动完毕 来咱们看一下硬盘柜的一个状态 它的指示灯 现在还没堵 你看会有闪了 所以它已经被系统识别出来了 咱们去电脑端操作 IP地址 走起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系统识别 大家不用看这网卡 它提示是千兆 是因为我没有插在万兆交换机上 我这台机器的CPU是时代超低压的爱奇 16G内存 英特尔UHD显卡 全部识别正常 硬盘 这是关键 咱们来看看外接的三块硬盘 4个T 500G 两个T 老张说老张硬盘也没了 成不起你们 它的连接方式有点意思 咱们的这块系统盘走的是雷电接口 而三块3.5英寸的硬盘走的是USB3.1的协议 它应该是为了最大的兼容性 哇塞 这个有点意思 大家肯定没见过这样的一个状态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三块硬盘能不能像正常的硬盘一样 来进行锐的 哇塞 没问题啊 三块磁盘直接锐的5 没问题 走起 存储空间1 正常 锐的5 哎呦 天呐 它这个外接硬盘竟然完全像内置硬盘一样使用 OK 现在已经插到我的万兆交换机上了 一万兆 没毛病 走起 轻轻松松 600兆 这可是机械锐的盘啊 不是SSD 我的天呐 接下来咱们来让服务器端 也就是咱的平板 外接磁盘柜 来给大家硬解一段视频 4K HEVC编辑码 HDR10 并且加杜比全景声的 这个噩梦级别的 随便拖 流畅度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但如果你以为只是这 那你还是太小看纳斯界的神了 然后老张发现了新天地 我意外的发现咱们的这台派的小纳斯尺寸 正好和这个硬盘柜 完美匹配对吧 这不是老张经常玩的这个MagSafe磁吸环吗 粘上来 你需要合体的时候 用NAS的时候 诶 又我去 看 吸住了 还有个意外的小发现 这根雷电的线从硬盘柜出来 是可以给笔记本供电的 所以它是真的一线连 所有你的存储 网络都在这个柜上 而你的计算单元 比如说我不想要NAS了 咱们只需要把NAS给它 关机 看平板也关机了 对吧 然后 拔走 硬盘柜 给它一关 你的Windows平板就又回来了 真正做到一物多用 榨干你的每一台设备 赶紧给老张点赞